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步的90年代初期 和景泰富集团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成立 从南中国出发 历经25年岁月 成长为在全国40多座城市 拥有超过150个项目的 国内领先城市综合运营商 也是最早一批赴港上市的房企之一 我们执着的是锤炼细节 遵从自己的节奏 追求有质量的增长 2018年和景泰富董事局主席孔建民先生 给集团下定了千亿发展的目标 力争稳定在全国房地产商 Top30的行列 规模的量级跃迁 业绩的强劲增长 业态的多元拓展 对内部管理精细化 风险可控化 管理效率全面提升 管理决策科学化 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石 就是建立能够支撑 整个集团的稳固的数字化骨盒 所以我们和景泰富开始筹划彻底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由CEO亲自挂帅寻找最合适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在这个时刻 和景泰富与SAP相遇 2019年2月 和景泰富的数字化转型项目全面启动 项目实施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期七个月 通过SAP的ERP核心主数据模块建设 实现各核心业务环节 与运营、核算、资金端到端的业务集成 实现业务财务一体化、协同化 从而整合各专业的业务及数据资源 第二期是从2019年11月到2020年2月 完成营销模块上线 2020年6月完成第三期实施后 财务共享中心搭建成功 三期项目共历时16个月 完成了采购、计划、成本、财务、营销等 十个模块的上线 由此 和景泰富拥有了一个覆盖权模块 全流程和全业态的航母及智慧企业平台 可以这么说 SAPERP项目的成功上线 是和景泰富集团业材系统的一个分水力 SAP系统上线以后 改变了以往财务数据和业务数据散落在不同的系统 信息不对称的这个状况 把运营计划、成本管理、预算控制、成本核算和资金支付都集成到一个平台上 统一了整个数据的标准 拉通了业务、财务沟通的渠道 通过项目计划管理驱动各专业线的业务执行 并将现金流的管理理念嵌入到设计、工程、成本、采购、营销等各个业务环节 做到财务核算和前当业务自动延动 实施反映企业经营和财务核算的对比分析 真正实现了将现金流作为管理指挥棒的自明流作用 现在我们的运营、核算、资金和业务都达成了全面的一体化 源于SAP与银行系统贯穿打通的引起之连 各级分支公司银行账户余额实现一键查看 数据真实准确、资金高效的统筹调配 保障了合景泰富在优质土地的储备竞赛中占得先机 智能POSE系统与支付设备相连 刷完证件之后 客户可以直接看到其需要交的访款明细 同时银行到账后 数据同步到SAP的收款模块 自动产生对应的收款单 不需要人工录入单据 减少人工核对和遗漏 实现终端销售数据自动化 涉及业务流程的招标采购和费用管控 也是这次数字化升级的亮点 上线了SAP招财及成本合约模块后 招标环节可以严控供应商和定标 内外网高效协同 实现阳光采购 一站式智能化废控管理平台 钳制了预算较艳点 统一商务出行内部市场 将集团内不同板块 不同液态的预算管控梳理后 搭建财务共享服务中心模式 优化了合景内部报销及付款申报流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至今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至今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y bwd6